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被指逃离家园 拒绝配合行管令的居民当中 已经有32人自愿回家 接受病毒筛检及隔离 科学工艺及革新部长凯里强调 政府早前宣布用来购买新冠疫苗的 30亿令吉拨款并没有回建 这笔钱将会纳入新冠肺炎基金内 香港九龙油麻地一栋旧楼失货 至少7人丧命 多人受伤 初步怀疑是蜡烛烧着了隔音板引发火灾 雪岸雪邦沙勒丁怡美丹88商业区 这个月11号开始落实加强行管令 但当地却有400名居民被指不愿配合行管令 漏夜逃离住家 雪邦警区主任万卡玛鲁助理总监今天指出 昨天再有五个人向警方自首 接受筛检隔离 这也意味着 截至目前已经有32人主动回返住家 乖乖遵守筛检和隔离指示 这32人包括13名本地人 9名印尼人 7名泰国人 印度 缅甸和尼泊尔人 各有1人 万卡玛鲁指出 美丹88还没有落实加强行管令前 共有44个人确诊染疫 管制令生效后 医护人员检测了324个人 其中4个人的检测结果呈养性 目前这个区的累计确诊人数是48人 反对党议员今早在国会追问新冠疫苗拨款课题 科学工艺及革新部长凯里就声称 财政部长东姑扎鲁将针对此事做出详细回答 但他强调30亿令级拨款没有不见 而是拨入新冠肺炎基金中 而是拨入新冠肺炎基金中 行动党亚币区国会议员陈宏坚 今早在国会下议院要求政府解释 早前宣称将以30亿令吉 向新冠疫苗生产商购买疫苗 但为何没有列入财政预算案拨款中 凯利也提到30亿令吉的开销 是根据目前生产商开给各国的价格初步估算 现在还不能够做出准确的新冠疫苗价格估算 国会日前收紧防疫措施 规定议员每两个星期筛减一次 不过通讯及多媒体部长拿多塞夫丁阿都拉 却没有在国会指定的日子进行检测 结果被禁逐国会无法出席问答环节 最后改由教育部副部长拿多马汉顺 今早跨部门代表通讯部回应议员提问 马汉顺在问答环节针对国阵亚楼 及多媒体法令对付任何假消息 假新闻和滥用社交媒体活动 通讯部也通过马新社等旗下机构 传达准确的政策讯息 以遏制疫情相关的假消息 避免公众恐慌和公共安宁受到威胁 由于疫情笼罩多数学校全面停课 学生只好在家上网课 行动党顾问林吉祥不赞同教育部全面关闭学校 反而建议灵活处理 例如校方严格遵守防疫规定下 采取缴班制或让学生每两个星期轮班上课 林吉祥今早发文告指出 教育部和高教部以防堵疫情为由 关闭所有学府 包括没有落实有限行管令的中属的学校 不合理据 由于疫苗至今还没面试 疫情可能持续到2022年 因此他认为 所有人应该学习与新冠病毒共处 当局全面关闭学校 不只是影响学生 老师和家庭 还会影响社会和经济 林吉祥促请教育部 在决定是否关闭学校前 应该听取非政府组织和家长团体的意见 或者进一步将关闭学校 和大专巡抚的决策权 下放给各州政府 登加楼一名中六学生杀害同龄好友 今早被押往马江推势亭 面对谋杀控撞 并且不获准保释外出 19岁的西蒂诺哈蒂拉 被控谋杀朋友西蒂诺苏亚 在同意员宣读控撞后 当事人点头表示明白 根据控撞 被告这个月1号在德勒蒙的一处住家内 杀死了西蒂诺苏亚 当死者妹妹放学回家后 在客厅看到姐姐倒在血泊中 左手手腕折断 马上报警处住 凶手在隔天路供时束手救勤 并面对刑事法典第302谋杀罪名 一旦罪成被告唯一的刑罚是此刑 推示拒绝允许被告保外 并责定明年1月10号过堂 轿车停泊在公寓外 结果凌晨无端端被人纵火烧毁了 这起烧车案今天凌晨4点26分 发生在吉隆坡布特拉马斯一路 一栋高级公寓外 先都警区主任山姆哥穆迪助理总监指出 公寓居民在凌晨发现有两辆轿车失火 于是通报保安通知消整局 根据吉隆坡消整局提供的照片显示 失火的马赛地和丰田Vios轿车 在扑灭火事后 大约五成已经烧毁 消整员还在烧毁的车身 发现遭人零汽油的迹象 因此相信是蓄意纵火 他指出两名车主还没有报案 现场也没有闭录电视 目前警方援引刑事法典第435 蓄意纵火条文调查此案 并呼吁目击者向警方提供情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总统特朗普两天前 似乎首度隐约承认败选 不过很快的又收回了这个说法 他15号发推文坚称 拜登只是在媒体眼里获胜 也继续炮轰 这是一次被操纵的选举 就连美国选民也愤怒了 更扬言 很快就会看到一场挑战选举结果的 大规模诉讼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 收回了隐约承认输给拜登的言论 他发布推特说 拜登只是在媒体眼里赢了 他什么都没承认 还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坚持认为这是一次被操纵的选举 特朗普的竞选顾问米勒也说 特朗普更早前在推文中写道 拜登赢了 因为选举被操纵 并不是他承认败选 而是要点出媒体的心态 他的目标还是要反击到底 继续曝光更多选举违规的证据 特朗普表示 全美各地法院已经是陆续接到来自民众的诉讼 反击充斥着各种烂权现象的总统大选 他认为如此大规模的诉讼 显示了这次大选有违宪法 严重扭转了选举结果 因此很快就会出现一场空前的大规模选举诉讼 挑战总统大选结果 在这之前 特朗普律师团队针对总统选举提出的多项诉讼 都是以失败告终 根据爱迪生研究机构的调查显示 拜登已经在总统选举中拿下了306张选举人票 比270票门槛高出许多 而特朗普只获得232票 美国总统特朗普口口声声指责选举被操纵 也抨击媒体偏袒 这些拿不出真评实据的指控 看在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严厉 尽是失望和担忧 这恐怕会带来严重后果 甚至影响民主运作 这些说是我们的变化 我们的变化 散变化 这些conven律的方法 那些华人们在美国上 那些民主党依旧 这些信息 那些关系是吗 你努力吗 对吗 是 我们的民主党会运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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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上的民主党会运作为 奥巴马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访问时说 特朗普指选举舞弊的言论 经过无数媒体的报道之后 仿佛就变成了事实误导民众 无论如何奥巴马还是对拜登有信心 一旦他宣誓就职后 就能名正言顺的成为美国下一任总统 尽管四面楚歌饱受抨击 但支持现任总统特朗普的依然大有人在 星期六晚上就有数以千计支持他的人 聚集在华盛顿特区声援他 抗议拜登赢得11月3号的总统大选 示威期间两派人马一度爆发冲突 警方到场介入调停纠纷 至少一人被刺伤 另外有二十人因为持有武器 以及攻击他人而被捕 警方也到场收缴了几支枪械 警方表示有数千人参加了声援 特朗普的集会活动 不过特朗普本人在推特发文称 数十万人走上街头表达对他的支持 秘鲁示威活动不断临时总统梅里诺 上任五天住寝司 但强调刺喜事根据宪法 程序接任总统否认发动政变 回头有详情 欢迎回来 火木昨晚降临香港九龙油麻地 一栋人口拥挤的老式建筑 酿成至少七人死亡 多人受伤的悲剧 根据香港媒体报道 起火单位是一家尼泊尔餐厅 当时正为孩子庆祝生日 怀疑是蜡烛烧着了隔音板才引起火灾 这场火灾昨天晚上八点左右发生 火势熊熊 现场冒出滚滚浓烟 警方和消防队伍接获投报后 马上赶到现场救援 将伤者送院治疗 不少人被紧急疏散 油麻地是九龙繁忙的社区 到处都是旧式公寓楼和商店 住着香港少数的南亚裔族群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随后发表声明 对这场大火造成的人员损伤 深感痛心 并指示相关单位做好战后工作 彻查照火原因 来聚焦秘鲁政局发展 走马上任只有五天的秘鲁临时总统梅里诺 在面对全国人民的抗议示威浪潮后 星期日通过电视演说 宣布辞去总统职务 梅里诺表示 在时任总统比斯卡拉被谈合后 自己是根据宪法程序接任总统 而不是示威者口中的预谋政变 秘鲁国会随后将举办全体会议 决定新总统人选 11月9号 秘鲁国会以涉嫌贪污腐败为由 投票通过弹劾时任总统比斯卡拉 解除他的总统职务 秘鲁国会议长梅里诺隔天宣誓旧政 成为秘鲁临时总统 结果引发示威浪潮 秘鲁民众对国会罢免比斯卡拉的决定 深感不满 认为这是一场早已策划好的政变 人们不顾疫情走上街头 高举横幅示威抗议 要求梅里诺辞职 秘鲁警方出动催泪瓦斯 企图镇压示威群众 但怀疑过度使用武力 造成至少两名示威者死亡 人权组织报告还指出 有112名示威者受伤 另外还有41人下落不明 面对大规模的示威浪潮 11月10号才刚刚总马上任的 临时总统梅里诺 15号通过电视谈话 宣布此去总统职务 及时盛效 log Professor 我愿意从那周围 中国的利益 我愿意帮助我 我愿意制 seinem努力 美里诺也对两名青年在示威活动中不幸身亡 表示哀悼 并要求彻查案件 他还说自己是根据秘鲁宪法程序接任总统职务 并非示威者口中策划已久的政变 秘鲁国会议员随后向媒体表示 国会目前正召开特别全体会议 准备票选新任秘鲁总统 美国疫情严峻 但白宫和纽约州政府却为了新冠疫苗课题 争论不休 纽约州长库默表示 如果总统特朗普拒绝向纽约州提供新冠疫苗 那么他们在别无选择下将起诉特朗普政府 以确保所有人都能在公平公正的程序下 击重疫苗 我们将保护我们的法律 我们将保护纽约州的法律 保护纽约州 库默表示 纽约州星期六共有1800多人 因为感染新冠肺炎入院治疗 其中30人不治身亡 过去7天内 纽约州平均新增3900宗确诊病例 库默早前声称将联合其他州长成立独立委员会 审查疫苗的安全性后才让纽约子民接种疫苗 对此 特朗普表示美国政府不能把疫苗提供给一个不会立即分配给人民的州政府 曾经在今年三月确诊感染新冠肺炎 一度进入加护病房的英国首相约翰逊再次需要自我隔离 约翰逊因为近来曾经接触一名确诊患者而自我隔离 首相署发言人指出约翰逊目前情况良好 没有出现任何症状 会继续在唐宁街10号工作 领导执政团队应对冠病大流行 约翰逊在上个星期四会晤了多名议员 其中包括英格兰诺丁汉郡西部阿什菲尔德区议员李安德森 安德森随后出现新冠病毒感染症状 在检测中呈养性 英国目前全国累计确诊总数逼近137万宗 死亡人数也超过5万人 比利时一只竞赛鸽子已创纪录天价 拍卖给中国一名赛鸽爱好者 稍后回来告诉您这只 历史上身价最高的鸽子 到底值多少钱 2020年一级方程式赛车 土耳其大赛在伊斯坦布尔公园赛道上演激烈语战 马赛地车队的英国车手汉米尔顿第六位起步 后半程奉起直追率先冲现夺得冠军 为他的职业生涯拿下第七个世界冠军殊荣 追凭传奇赛车手书马克的总冠军记录 我认为了支持 于今个月的旅行 我认为了继续 因为它会过去 加拿大車手斯特羅爾獲得甘位 領跑大半場比賽 但卻在第二次近戰換上半雨胎 最終前功進氣 當比賽進入最後階段 摩納哥車手萊克勒克試圖超越勁敵 墨西哥的佩蕾茲 結果卻被隊友維特爾趁機超越 汉米爾頓全場只停戰一次 後半程急速發力 成功超越所有車手 榮登冠軍寶座 航天領域正式迎來私人企業 我國時間今早八點二十七分 美國太空探索技術公司SpaceX 首次執行龍飛船的正式商業載人航天任務 這一次的任務計畫被稱為機組一號任務 使用猎鹰九號火箭搭載三名美國宇航員 和一名日本宇航員 預計二十七小時後抵達國際空間站 發射原定在星期六晚上卻因為佛羅里達州 肯尼迪航天中心的強風而推遲 載人龍飛船曾在五月首次進行歷史性的載人飛行任務 但那一次飛行只被認為是一次驗證任務 有兩名資深的航天員和前軍方試飛員駕駛 二零一一年航天飛機退役後 美國失去了運送航天員 往返國際空間站的能力 多年來俄羅斯的聯盟號 飛船一直是空間站工作人員的運載工具 如今SpaceX公司將改變這個局面 七百八十萬令吉或許可以讓你和我在吉隆坡黃金地段 買動豪宅 但中國一名賽哥愛好者卻選擇用這筆巨款 買下比利時一名名為新金的競賽鴿子 根據報導 為期兩個星期的賽哥線上拍賣活動 星期日落幕 就在即將結束拍賣的半小時內 兩名以Superduber和Hitman之名參與競賽的 參與競賽的中國賽哥愛好者相互交價 最後新金的身價推高了一百六十萬歐元 成為史上身價最貴的賽哥 最後由Superduber買下這支新金 據瞭解 過去身價最高的賽哥阿曼多 也是由Superduber買下 而他準備讓這兩支昂貴的賽哥繁殖 疫情之下 藝術欣賞還是不可或缺 日本一支創意藝術團隊就以線上方式 傳達和平訊息 通過網絡連接 就能在全世界吹動補公英 讓他的絨毛在空中起舞 新聞的最後帶您到新加坡 濱海灣花園去欣賞這朵創意 感謝收看 我是蕭林 祝您平安再會 跟我們會有判斷的